看题 例题6 你就把刚才的过程展现出来 这些题目就出来了 曲子 闭关修炼100题 84题 假设随机面量X在区间负二分之半 大分之半上服送区分布 各位你看人家现在是不是得让你自己去写概率规律了 他不告诉你他自己写了 求Y等靠上应X的分布函数 毫不犹豫 先写X的概率规律吧 跟上我的速度 X伏总的小FX是什么 一起背 这个小X它的开区间 你是不是写负二分之π 大二分之π 这个是不是叫正概率密度区间 总长度是解π 所以它的曲子是解 1分之1 很好 其他位置取什么 取0 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概率规律 已知的概率规律 现在是个Y等于什么 CosX是吧 则 我们的大F大Y小Y 它就定义为P 大Y小丁小Y 我写多少遍了 我没有让你去数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不是写了足够多遍了 你得会了 把它带进来 P是不是CosX带进来了 CosX是不是小Y 小Y 对吧 你现在是不是要把它给我解出来了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我习惯上来讲的话 在考研真正出过的几道 这种题目当中 都是反解出来 给它比较复杂一点 我建议大家学会用几何法来做题 华罗庚先生说 数无形是少直觉 形少数是难入微 数性结合百般好 虚惠画图 在几何上来表述它 这个对于同学们解题 往往是有这个 这个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 又快又准 请大家回答我问题 这个东西 是不是叫Y等于CosX 是吧 这不就这个Y等CosX吧 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大Y等于小Y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是一条曲线 这个东西是一条直线 是吧大家 那么你这个小Y等以后的 就意味着曲线在直线的下方 对吧 这是一个事件是吧 对不对 那么你这样你就要理解了 你反解的X的曲直范围 就这么说 使得这条曲线 在这条直线下方的 X的曲直范围 同意吧 考的就这个东西 所以你那画图啊 就一目了然了 对吧 那不用反解 那不用反解 好 那么大家就学会画图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图画一下 画这个图 怎么没看懂啊 曲线在直线下方的X的曲直范围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X取哪些值时 可以保证 Cost X 是不是小一点Y 不就对是吧 对了吧 首先大家注意第一条啊 先在正概率密度区间下 我问你X的能曲直 X所有的可能曲直 是不是集中在这个曲线内了 它就正曲线是吧 其他曲线是取不到值的 不去研究 所以首先大家在 负二分之派到二分之派上 是不是先把Y等于cos画出来 负二分之派到二分之派上 大家把Y等于cos X把它画出来 Y等于cos X把它画出来 这条线就是Y等于cos X 对吧 没问题了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小Y是个什么概念 还记得吧 叫曲变念 富无穷至 成无穷 对吧 考来考去就那几个点 那么大家想这条曲线 大Y等于小Y 小Y竟然从富无穷开始取 这条直线 是不是从整个的这个 四个 这个什么 从整个直角作为系的最下方 无穷远处 是不是走到最上方的无穷远处 扫一遍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不就出来了吗 你的分段 这个段是不是也分出来了 大家看 当你这条线 当然这个位置是不是一 是吧 这个位置是零 是吧 那这很近 所以大家讲的话呢 我这个就擦掉了 你们可以直接在底下写 我这个擦掉它 我也不想看它 那么实际上它就等于 你看是不是就这个情况了 那就等于 如果这条线 划在零之前 你能听懂我意思吧 如果这条线划在零之前 我先跟你比划一下 这条线叫大Y点小Y是吧 它呢是一个动态的 是吧 动态的呢 它从哪开始 是不是从下方 无穷远处 一直往上走吧 最终是不是走到上方 走到无穷远 对吧 那我问你 这条线在到零之前 是不是始终是曲线在直线上 所以这个事件 是不是不会发生 就是曲线在直线下 是不会发生啊 所以Y的曲纸方案出来了 小Y是不是小于零的时候 是不可能实践 再看啊 如果这条线超过节 超过一 那就想曲线在直线下 是不是必然实践 概率是节 一 懂了吧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是不是在中间 懂了吧 好 写一下 它是这个东西啊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当小Y小一时 小零时 当小Y小零时 这条蓝色化的直线 在曲线下 那么曲线在直线下 是不可能的 概率是零 对不对 如果Y大于等于一 这个很好理解了 那么这条线呢 跑到一上方 整个曲线 全在直线下方 必然实践 概率是一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然后接下来 当Y在哪里 大于等于零 小于一 等候跟着大于好走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看 曲线在直线下 同学们告诉我 它围出来的 是不是这一块 和这一块 对吧 再念一遍 曲线在直线下方 是不是这两块 这块对应的值 很简单 cos x等于y 那么两边取反函数 那么就是 rcos y 你没理我 对不对 x等于 rcos y 这个位置 那自然是对称的嘛 这不是负的 rcos y 对不对 所以它又得到了p 那就是 x大于 等于 这个等号 无所谓了 因为它是连续型 这一面 是不是大家 负二分之半 小于 负的 rcos y 我写不下了 我换到这个位置写 最后再来写个结果 写到底下来 于是的话呢 这个p cos x 小2.y 它就等于p x大于 负二分之半 小于负的 rc3.y rcos y 然后呢 并上是吧 并上是不是 直接就加 另一段了 p x大于 rcos y rcos y 小于x 小于二分之半 懂了吧 是两段的 b 是吧 两段的b 那这样的话 来带进去吧 等几 是不是算几分了 负二分之半 到负到 rc cos y 它的 背景函数是几 是不是这个p 1啊 超过是 格林密度 1% 所以是 1% 放在这 dx 然后 加上 这块 积分 rc cos y 到二分之 π 背景函数 还是 1% 是吧 dx 那么由于这个都是 长函数了 背景函数是长数了 所以把它提出来 这个 百分之 提出去了 是不是剩下的就是 负 rc cos y 加二分之π是吧 然后这个提出来 也是排名之一 就是负到rc cos y 加上二分之π 再加谁 二分之π 减去rc cos y 对不对 懂了吧 所有两个负的rc 是不是负二倍的 然后前面是不是就要π 是吧 嗯 这样说听懂没有 听懂了 好 前面再乘以π分之一 所以是π分之一 括号 π减去 二倍到 rc cos y 这就是分布函数 会求了吧 这个因为是函数问题 函数问题的话呢 它的y啊 你注意你讨论曲子的范围的话呢 就从哪了 就从刚才的那个e位随机没来 我说是不是横着看x的曲子范围啊 现在就变成了数字看y的曲子范围 懂得意思吧 但它带来的动态的效果呢 是这个蓝色笔画的这条线 从服务群往政务群走对吧